那边请 买不起房子民众只能选择租房 但是合约通常都会住民 要求将房子恢复原状 一名网友就在脸书分享自己的经验 搬离租了五年的房子 房东却用没有恢复原状为理由 向他收钱 原不好傻眼 因为房东打了一场串 表示墙壁污损费用 还有请三天试驾来整理的薪资 实行176乘以8小时一天1408 另外还有乳胶油漆两罐1600除胶458 还表示其他刷子磨砂纸补土刮刀 金额太小就不算进去 原本22000的押金扣一扣只剩下13700多 原泼表示房子本来就很容易潮湿 不知道该如何恢复原状 房东自己处理要跟他收实行 让他无法接受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近期在租屋的市场出现了许多超高价的物件 一户的月租竟然要10万元起跳 而且还有更贵的房型 竟然是月租金25万元 这小资族的民众就说了 这连年薪都付不起 不过房仲说了 其实这一类的房子客源 通常是外商的主管或者是台商 而且虽然贵 但是近年的需求不减反增 市内跳高3米2空间更显宽阔 四房的设计其中还有两间主卧 位在大直总价破4亿的豪宅 对小资族来说不值买不起 想要租的也不便宜 月租金25万元 还要另付管理费13500元 这间豪宅最大的亮点 带大家来看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大片的落地窗 掀开之后 甚至可以看到周边的林荫大道 最远最远还可以看到 大家和平公园 美景加持 加上饭店式管理 还有泳池健身房交易厅一应俱全 不少口袋深的外商主管或台商 就看重这 毕竟一方面能用十几万租金 租到总价破亿的房子 二来这些人大半都是短租 也没有买房需求 主要的需求并不是说 他们买不起房子 而是说他们会觉得 今天他们租一个房子 扣除掉装潢成本 其实他们是相对划算的 所以他们愿意负担这样的租金水位 来看一下这个环境是否是他们真的喜欢 摊开北市豪宅租金排行榜 不禁感叹 有钱人的世界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台北信义月租金38.85万元夺冠 第二名则是松山区的华顾民住 七楼户月租金30万元 第三名仁爱创世纪月租金25万元 先看需求 就是我要的房子的需求 就是几间房这样 然后再评估预算 这即使贵一点也OK 对 如果负担得起的话 平常你看年轻人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钱 那你房租一付出去不就没多少钱 而这类豪宅主人通常不是以出租为目的 可能是质产或是财务规划 因此会更加胜选房客 另一方面呢 平数通常摆平上下也会拉高租金 但尽管如此呢 房仲说这类超高价物件 近年来需求不减反增在租市场反而意外火烫 东财新闻 陈鱼先林浩宇 台北报道 房价越来越贵也买不起房 就只能用租的 但现在租房条件复杂到你难以想象 如果你有18岁以下的孩子 或者你的职业是工人 职业班 又或者是你身上有大面积刺青的话 就算你有钱 房东也不一定会租给你 小孩子比较容易有一些噪音 或者是说 在房间里面蹦蹦跳跳 影响到楼上跟楼下的邻居 另外像是八大行业 或是有抽烟 吃槟榔等等习惯 甚至连40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能是某些房东的拒绝往来户 例如说晚上很吵闹的情形 或者说把房间弄的都是烟味 那甚至说有遇到最坏的状况是 租金完全缴不出来 那不搬走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房东会加说 不能租超过可能40岁以上的房客 因为他会认为他的租金的付款能力 会有问题 所以像是租屋签约前 房仲或是房东都会来一场面试 主动询问租客的背景 职业收入身上有没有刺青 暗中观察对方的气质 还会要求对方出示良民证 身份限制确实是有需要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 那你住给他是没有保障 就是身份证的确认 然后收入跟工作的确认 因为房东也不希望人家搞坏他的房子吧 并不是所有的八大行业 所有的工人 所有有刺青的人都是背景复杂 不过房东为了降低风险 索性直接拒绝 租屋市场上 不只是你在挑选优质房间 房东也在挑选好的租客 东森新闻高志宏张志凯台中采访报导 光线都很好 通风也很好 大片落地窗通风好的住宅 就是劳工局要出租的地方 室内约28坪 采光好步行10分钟 就到捷运三多商圈站 特别的是租金比附近套房海要便宜 月租只要3500 3500人 听了3500人 1个月 很小的 3500人 这里附近 一个特房都做不去 当然啦 全特房现在也要5、6千 很小的 这一般人在做都差不多7、8千 劳工局推出了三房两厅 月租只要3500的住宅 就是这一栋 里面还有电梯 这里屋林虽然有40年 不过这里离大圆摆 只有850公尺 闹钟举进 劳工局这次四出11户 劳工租赁住宅 7户就在这里 另外4户在九炉四路 申请截止日是1月31号 附近生活机能好 已经很多劳工来申请 这不错 这生活机能好啊 我们摆这一年 很近的6天 10十分就够了 这方便 这不吃不吃 这人算企业心 这个月办理申请 一个月之后 会有一个公开的抽签程序 然后以抽签的序号 来分配他们的住宅 想租的人 首先得要涉及在高雄市满半年 年满20岁 另外申请人及配偶 直系亲属等三人 没有自住宅 申请人得在高雄工作 特别的是不限薪水高低 都能申请 市府少量劳宅 市出让劳工成租 3500元三房两厅 超佛心 每次可以租两年 最长可以租八年 东森新闻 汤辉很淋浴信 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工作一整天 在外头又失忧了 每天最期待的 就是赶快回到温暖的家 再看看窗明激进 可爱美景 工作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家吗 设计精美 格局方正 但是有公社 房子本身不便宜 买了还要再准备一笔钱 才有精美装潢 漂亮的房子 大家都想要 可是平均来讲 没有几千万 根本买不起 但像我这样的小资族 根本无法负担得了 旧民众出现新的想法 八年级生 计划租屋到退休 等到老了 再搬回老家度过余生 应该会想买房子吧 资子还有房子 房子也可以拿去贷款养老 那当然会是想买啊 就必须想要有自己一个 独立生活的空间吧 但你目前现在的物价 或薪水看来是不太可能的 先用租房子 先存一点钱 等你签购了再去买房子 分析优缺点 租屋到退休 好处是成本低 自由度高 可以存钱理财 缺点万一家人众多 老家不够住 或者房东把你赶出去 甚至将来有急用 需要钱 没有房屋可以贷款 所以专家就建议 买屋还是租屋 这其实要看你的家庭月收入 跟资产配置 双薪家一个月在十万块钱 你的出租的房子 却在三万块钱 我就建议你去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房子 就等于在存钱 你不需要把这个钱 额外再付给房东 每个月去付钱 但是假设 你的家庭月收入在五万块钱 你的月租金 只有两万块三万块钱 你去买了房子 去缴了贷款 那这贷款 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波动时期 面对市场变化 也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计划 买不买房都得谨慎评估 东新闻 牛程刘一英在特务道 大多数的民众租房子 都是上租屋网或者是脸书 但小心中间 可能是暗藏一个陷阱 会让你多喷一个月的房租 另外还有不少的租屋组 遇到了很没礼貌的房东 会自己就开门 闯进租屋处 来检查电器设备 装修线路 或者是待客看房等等 其实这些都已经违法了 打开租房网站 各种物件让人看了心动 但如果特别便宜又大碗 就要小心可能是陷阱 其实租屋市场有一种老江湖的手段 当房东在租屋网 PO出资讯后 有一些房仲会不禁同意 又把相同的资讯 重新复制到新的网站 而且价钱开得更低 当你被低价吸引的同时 房仲就能跟你多收一笔中介费 大胆房仲会玩两面手法 直接盗取贴文 价格开得更低 更吸引人 等客户说想租房 房仲就会找上房东 要求仲介费 同时再跟房客多收一笔 看似省下的房租钱 其实都拿来缴仲介费 如果通常常常复制贴上 大概会大概是打个九五折到九折 没有经过屋主的正式委托的话 一旦被检举就要被罚这个六到三十万 那对于房东来讲呢 你的防范的方式 你可以在物件的标题 就写房东自剖 仲介勿扰 对于租屋族而言老话一句 只能多看多比较 租屋市场水很深 好房仲难找 好房东更难找 还有很多人会遇上房东 擅自开门进到租屋处 我不是要请你要上来 要先打给我吗 像是这名女房客 就曾经遇上七十几岁的老房东 穿着四脚裤 带人开门闯来抄水表 或是房东擅自开门 说要带人看房 其实依据民法 房东拥有所有权 但签约的房客拥有使用权 如果隐私遭到侵害 其实可依刑法 无故侵入住宅罪 以及民法侵害他人隐私权 要求赔偿 东森财经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周周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挑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